这人有没有 这人有没有 岳萱 海棠最近怎么样啊 不太好吧 也对 怎么可能好得了吗 你们这些男人真的是 一点都不懂女人 婚姻对一个女人来说 有多重要 意味着什么 你意味着什么 每个女孩子都希望 嫁给一个深爱自己 自己又深爱的男人 然后跟她白头洗脑一辈子 你们朗家这回 做得真是太过分了 太伤害他们的心了 凤子 你别梦花看戏去吧 我先回家了 不是 你走 我怎么走啊 你别走啊 你怎么也 人带上 人带上 我 走 拜拜 你 回去 走走走 陪你喝酒去 你谁 谁 谁 爹啊 你瞅瞅你这副德行 给我喝得醉熏熏的回来 你成何体统啊 我那个 月轩心情不好 我陪她喝两杯 月轩 她心情为什么不好 啊 因为 因为一个女人 前些日子我听说朗家办喜事 难道是帮她成亲 嗯 不是 其实是她哥 她哥哥 她哥哥 爹 那个 这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 月 月轩呢 有个哥哥 脸被烧坏了 这 这个 朗家们 怕影响生意 就一直 关在家里面 没要露面 早些年 早些年 我倒是听说过朗家大少爷 突然抱病 不便出门 后来就渐渐地被人们给遗忘了 原来 脸烧坏了 他哥哥最近吧 看上一女孩 自己呢 不敢去提亲 就让月轩帮她提亲 而且她成亲都匆匆忙忙的 您说说 就以朗家那才脸 成亲那么大事 就那么悄无声息的 琢磨什么呢 爹 你又憋坏水呢 月轩可是我兄弟 有你这么想爹的吗 月轩是你兄弟 我是关心他 关心完了 您就回去睡吧 我还是困得不醒了 朗四年 想不到 你居然还藏着这么大个秘密啊 月轩 岳萱 我总是画不好她的眼睛 你说 会不会是因为 我不敢直视她的原因 你觉得该怎么画呢 我画的肯定还不如你好呢 你喝酒了 喝了一点 那个什么哥 你这身体才刚恢复没多久 别太累了 面对海棠 又怎么会觉得累呢 给你买了套笔墨纸业 还是你了解我 过两天就是你的生日了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你月轩 何来谢子 虽然 你我不是一个娘生的 但是在我心里 我们就是生死共和难的亲兄弟 况且 这时候要不是因为我 你的脸也不会 月轩 说好的不提这些的吗 我不想我们兄弟情谊的外面 裹上一层报恩的外衣 这样很俗气不是吗 哥说得对 哥 我想让你永远都记着 不管怎么样 你永远都是我的亲哥哥 记住了 我只是在想啊 如果海棠能像你一样 对我有这份情意 那就好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了 海棠 你 这是在干嘛 是这样的 我怕一直睡在楼下呢 被人看见总会有谐言碎语 传到我娘的耳朵里 又该来烦你了 所以 我就放了一张榻子 在这儿睡 没想到 你想得还挺周全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一定会遵守我们之间的君子约定 我们的秘密 只有你我知道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搬下去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啊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睡了吗 没有 你也没睡吗 我睡不着 我能不能 问你个问题啊 什么呀 你的脸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不想说的话 那就算了 不 我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 当然也愿意告诉你关于我的一切 只要你愿意听 你说吧 我听着呢 这件事 要从十年前开始说起 哥 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 以前我有个弟弟叫月圆 他没死的时候 我也经常这样和他一起玩 哥 别难过 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弟弟 咱们两个一辈子也不分开 谢谢你 这叫什么呀 胭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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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别动 挺好玩的嘛 哥 这怎么做的呀 女孩子用的玩意儿 你有兴趣 我可喜欢了 叼工房里有个房间 里面平平挂挂的 专门研究怎么做胭脂 哥 你带我去呗 来 那次爆炸 岳玄好发无损 而我的脸 从此就毁了 朗家上上下下 想尽一切办法替我治脸 可是都没有起到丞相 家里为了保全生意 令朗李春这块活招牌 不要倒下 就对外宣称我身体抱恙 从此 我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戴上这冰冷的面具 过上隐形人的日子了 日子已久了 他们也就把我忘了 有时候我连自己也搞不清 你说我到底是个人还是个鬼呢 对不起 我不应该问你的 没关系海棠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我也早就习惯了 其实那件事情之后 日子不好过的 不止是我一个人 还有月轩 月轩 她有什么不好过的 我看她平时 挺像有自在的 她放浪不羁 游手好闲 沾花惹草 放着家里生意不管 那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她装出来的 那次爆炸之后 她一直生活在对我的愧疚 和自责当中 恨不得那个受伤的人 就是她自己 所以说 她对你言听计错 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哪怕伤害到所有人 包括我 对不起 海棠 你不要怪她 你要恨就恨我好了 要不是我逼她的话 她绝对不会做出 欺骗你的事情的 我明白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了 但是 这对我公平吗 四姨娘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爹呢 莫化呀 你爹这一大早上的 说是去剿匪了 剿匪 是啊 我这眼皮子一直在跳 真担心她出事 谁乌鸦嘴 这我出事呢 爹 阿弥陀佛 你可算回来了 没事吧 你看你们 你们也太小看我了 我龙多水什么人 上山如虎 是欲水化龙 人送外号龙大炮 这区区几个小毛贼 能奈何得了我 夫复官走 到书房 谈点一下今天的收获啊 长枪五十条 短枪三十条 自制炸药四十箱 子弹一百箱 其他军需物资共两百箱 这就是今日 所有缴获物资清单 想不到区区几条小毛贼 它居然囤积了这么多的军火 看来今天咱是结了个肥差啊 是啊大帅 不过 这些军火我们该怎么处理啊 这几年 我们在大帅英明神武的带领之下 年年打胜仗 所以天下太平 我们驻守昆阳城 没用过几颗子弹 所以 现在军需 是远远的小于佩戟啊 军需库 没地方摆了 卖了换钱呢 不过 咱们也要储备一些啊 哎呀 这天下太平 要我那么多枪炮干什么 过不了几年 不是受潮就是上锈 平时保养起来呢 那耗时耗力 费那个金 千块钱 给弟兄们先发出去 你去找那个叫华吉利的买办 他不是有办法吗 这事儿让他去办 稳当 明白了 帮卖办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黄卖办 大帅有请 好的 那要照你这么说 这笔财 那我可就发大了 有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话 叫 马无夜草不肥 只要大帅你撑腰 我保证 你的钱袋 像马的屁股一样 一天比一天肥 只要你想办法 把东西送出港口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好 太太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海棠 我正闲着没事呢 咱们婆媳好几天没聊天了 赶紧坐 好 太太 我 这是什么 太太 海棠唐突了 我看这几天月明的身体 越来越好了 这是一封修书 海棠希望太太能够还我一份自由 海棠 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我们朗家哪里对你不好 为什么你还是坚持要走 太太 朗家对我很好 我知道 可是我跟你说过 感情的事情是勉强不来的 就算你让我待在月明身边 我们两个也不会幸福的 顾海棠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竟然敢在我的面前如此无礼 对不起 太太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下去 太太 我觉得您一直是一个通行达理的人 您是一位母亲 如果您女儿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您忍心吗 我说过了 正是为了保护我的孩子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决定的事情 是不会改变的 好了 过两天是月明的生日 您看怎么给他庆祝 这件事 从此不准再提 下去 好 海棠 你看 这是我托全书给你买的海棠糕 你尝尝吧 谢谢啊 我不喜欢吃 尝一个嘛 很好吃的 我真的不喜欢吃 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在这儿见一见啊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比我干不想干的事情 对不起啊 月明 我不是故意对你发脾气的 这个 你自己留着吃吧 我本以为 你会喜欢吃的 我是喜欢它的名字 海棠糕 就和你一样 有关你的一切 我都喜欢 没关系 你要是不喜欢吃的话 我拿走便舍 好 朗家家大业大 能把他拉下水 自然是条大鱼 可是朗四年形势一向缜密 为人办事 很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没那么好控制 搞不好 这么一大条鱼 把我拽下水去 也是有可能的 剩下的这些 不是小鱼小虾 就是溜边的泥酒和小螃蟹 不足挂齿 剩下的嘛 施济粥 倒是一枚不错的棋子 可手可放 可以试试 胡副官 在 花魁大赛上 没死的那个刺客 可还好啊 一直被我关在地牢里 等待处置呢 当时审出来他的幕后指使是十几周 暗并不动 就是在等待一个好时机 好好地和他做一番交易 现在 是时候了 讲 施老爷 什么事 有一故人相约 还行一步一续 施老板 请 是 大帅 石老板 可曾认得出他是谁啊 龙大帅 石某眼镯 不认识这个人 把你的头抬起来看看 认识了吗 是 石老爷 石老爷 石老爷救救我 我是元芳啊 是你孤雁塔在残忍礼上 此生老四年的元芳啊 石老爷救救我 石老爷 好了好了 石老爷 这种事 这个凶手抓到没几天呢 就把石老爷给供出来了 龙某镇守一方 本应秉公办事捉拿石老爷 可我呢 是个重感情的人 就把这事给压下来了 是是是 那看来龙大帅自有安排啊 石某愿文其详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 如果你我之间加强合作 那对双方就都是一个照应嘛 是不是 是啊是啊 龙大帅呢 龙大帅呢 一向对我们这些昆杨的商户 是疼爱有加的 那是那是 我呢 定当全力配合 听从龙大帅的指示 不过 石某不太明白 龙大帅一向和朗四年之间的交情 那可是超过你我二人呢 您这是 生一场嘛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你我之间是敌是友呢 就看石老板 您的了 今天天气真好啊 对了 妙兰 今天什么日子啊 娘 四月初五 初五 时间过得真快 岳明的生日也快到了 不记得了 妙兰知错 你看你 动不动就这一副 楚楚可怜的样子 搞得我像个恶婆婆似的 妙兰不敢 我问你 岳明生辰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都不记得 这么大一个家 我怎么放心交给你打理 娘 妙兰已经很用心地在跟您学了 求您千万别对妙兰失望 妙兰这就去筹办大哥的生日 大哥的生日还需要你去办吗 跟着我这么多年 怎么就不开窍 妙兰明白了 谢谢啊 自己的生日 我来 我走 我看你 你 想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你 你 还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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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我有话跟你说 海棠 如果你想道歉的话 就不必了 我知道 我知道不管我怎么道歉 都没有用 但是我真的想 为你做点什么 好啊 我刚刚种的花朵 需要三样东西来呵护 听清楚 第一样 是紫时叶来香的香气 第二样 是银石 昆阳山剑的清泉 第三样 是孤心岛 淤泥里的七节藕林子 如果你真的想为我 做点什么的话 那你就去做吧 我先来 我先来 海棠 这个月初五 就是月明的生日了 以往每年月明过生日 都是不能张扬的 也就是大家一起吃个饭 可是今年不一样了 这是你嫁进来的第一年 你有什么表示啊 怎么表示啊 你是月明的妻子 朗家的大少奶奶 别人可都看着呢 你要是什么都不做 他们会说闲话的 会以为 你们夫妻不和睦 海棠 我知道你心里不情愿 可你现在 也没有办法离开朗家 那你就得拿出 少奶奶的样子来 月明也是个可怜人 在这个家里 只有我和她 是唯一被忽视 被遗忘的 这个滋味我尝过 何况她一直活在黑暗里 日子更加不好过 可是妙兰姐 同情不是爱情 我也不想让月明 再抱我任何的幻想了 海棠 你就当帮帮我 娘让我一定要说服你 帮月明过生日 不然娘会责怪我的 又是太太 为什么她总是喜欢 强迫别人 做不喜欢的事情呢 因为这是在朗家 因为她是朗太太 不管怎么说 我也不愿意 看到你每天在朗家 这么不开心 其实你往好了想想 过生日 本来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你不觉得 在生辰的这一天 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祝福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喜欢吗 哇 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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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什么 那我说的话 你都听进去了吗 我明白了 月明的生日 我会准备的 真的 真的 妙兰姐 你说得对 在你生日的时候 受到别人的祝福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不管明天我还在不在朗家 我都应该这么去做 我会在我离开之前 给月明一个难忘的生日 来来来来来 过来看一下啊 都是好东西啊 走过来看一下 娘 我回来了 姐 你回来了 下壳过来 好几天没你消息 我都担心死了 娘 我买了好多东西 这个是专门给你定制的衣服 还有这个 都说你爱吃的点心 快尝尝 这孩子 娘 你也吃 你吃你吃 那个谁呢 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啊 吵架了 没有 娘 您快拿去试试 看合不合身 喜不喜欢 好 好 姐 那我呢 都有 来 打开看看 嗯 哇 是洋玩意儿啊 这也给大家闹钟 以后你不准睡懒觉了 嗯 哎 夏合 您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没去上学啊 上了 今天放得早 真的 没逃学吧 姐 你说什么呢 我们又不是富家子弟 交了钱不上学的事 我可看不出来 算你懂事 我可告诉你啊 你给我好好上学 你要不好好念书的话 我可饶不了你 来 姐 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 哎 对了 姐 你试书拿到了吗 没有 姐 我好气啊 为什么老天爷对你这么不公平 什么事都得让你受着 我觉得我自己好没用啊 都不能帮你分担一点 好了 姐没事儿 可能这就是老天爷 对我们的磨练吧 困难越多 人就会变得越强大的 咱们还要一起找爹 一家人团聚呢 嗯 对了 夏合 你还记得怎么做羊蛋糕吗 记得 怎么了 我想学 顾海棠 你这个害人间 清清 你怎么了 你说 你凭什么折腾月轩哥哥 什么子时的夜来香 一世的清泉水 你搞这些幼稚可笑的东西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知不知道你害得月轩哥哥 被狗咬伤了不说 而且还跑了几十里的山路 搅得起炮了 他 他真的去了 你别装糊涂了 明明是你故意捉弄他 自打你出现之后 月轩哥哥身边就没好事发生过 你现在都嫁到我们狼府来了 你还搞这些莫名其妙的伎俩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 清清 首先你要搞清楚 这个婚姻就是一场骗局 另外 我只是随便说说 我也没有想到 他真的会去 你说什么 你只是随便说说 你真拿自己当大少奶奶了吗 清清 你 你要的一来香 清全 还有其他事情吗 那个 我哥过生日 你还是考虑考虑 我哥不喜欢他热闹的场面 我说过了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别忘了 还有一样东西你没有弄到 我知道 还有莲子 你自己的 诸位 十年兴旺 繁花争盛 过段时间是百花的生日 也是我昆杨 一年一度的花神祭祀盛会 盛会上我们会祭拜花神 这是我们昆杨百年的习俗 也盼望着百花盛开 万物生长 风调雨顺 同时呢 也保佑我们这个胭脂行业 能够繁荣昌盛 永不衰败 当然了 今年也和往年一样 希望在座的各位商会会员 能够多多地出力 多多地出钱 各位同仁乡生们 这花神祭拜 乃关乎着我们这个行业的心胜 我施某不才 愿意出资出力 来主办这次花神会 十老板有魄力 不过历届主持花神祭祀都是由我们的郎老爷 今天呢我们是不是也听一听郎老爷是什么意思呀 十老爷 你也说也说 花神大会祭拜神灵 以保昆杨风调雨顺 买卖兴盛 郎里春多谢各位乡绅赏脸 成为昆杨行业翘 承办花神祭祀 则无旁财 施老板 毛遂自荐主办大会 朗某人没有意见 但只怕昆杨与施杭路实力相当的老板们 心里不服 风水轮流转 我想朗老板 可先别把话给说死了 更不要以偏概全地拿着我施杭路 杀鸡儆猴堵住其他老板的嘴 既然是公平竞争了 那好啊 这样 我出资一万 来主办这一场花神会 我的话就说在这儿 就由各位老板来定夺吧 好好好 好气 大声大声大声 祭祀神灵 又不是收买神灵 可不要玷污了花神大会本来的初衷 这么说我出钱出力还出错了吗 大家别伤了和气 别伤了和气 你们可以在意 在意吗